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红娘又为王大姐 介绍了一位同样家住延吉 曾经开过出租车的任大哥 人传才64岁 出租车司机退休 退休金2900元 离异 住房面积40平 属于手也太立着了 平时就传这事吗 我平时也基本上差不多 我是这种楼 这种啊 啊 啊 这样楼 你这屋找的挺好的 不像一个独居 不像 真的 贵 这棍都是自己买的 对 哎呀 说你这衣服也太气氛了 啊 单的棉的什么都有 都是一类型的 我这还 你喜欢穿这种衣服 这 不板吗 不觉得板着吗 我呀 板生吗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 一个是这个西服 一个休闲服 我就就喜欢穿这么两种 我不觉得板着 不 不不不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 你看 啊 这样的 通过人熟 这板蒸镇 就能感觉到 人熟平时 也是很注重自己形象的 那年轻的时候 可想而知啊 也一定是个帅气的小伙子 结婚的时候34岁 完了以后35岁有的孩子 你能晚结婚呢 哎呀 也是年轻傲气嘛 叔叔年轻点挺帅的呀 反正还行吧 这个是你啊 对啊 这一年的时候我已经 还没结婚呢 这个时候还没结婚呢 挺帅的啊叔 您年轻点老高小伙娘了 您年轻点老高小伙娘了 怎么说呢 反正那个时候也不懂 是身边追求我的人 跟着我的人挺多 不懂 啥也不懂 光自他逃了 这玩意了 对 等到明白了的时候呢 二十八九了 想找的时候呢 就左看一个不行 右看一个不行 那个我对孩子他妈呢 那个是 就是别人给介绍的 他是二十七 我三十四 因为那个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看他家里本身 已经很教惯 完了再一个 我又比他大那么多 他在我的眼里 一直我就把他 当个小妹妹那么看 收拾房子 做饭呢 洗衣服 甚至哈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小孩那个爸爸戒指 喂奶半夜 都是我的 喂奶 对了 他因为他奶不过吃嘛 我们那时候就喂奶粉 这人熟对另一半 那真是没得说呀 不过由于年龄差距呀 双方之间的问题 也越来越多了 他就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一生气了以后 连续 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不跟我俩说话 我就不知道因为什么 完了我说的 我说你要是这样闹下去 我说咱俩就那个什么就别在一块过了 这样有意思吗 我说你看看你孩子你都不管 我说你跟我俩怎么样都行 当时他住那个地方很理直气爛呢 那就别过了分开吧 就这样 哥现在的话说 人熟应该是一个三好男人了 外能赚钱 内能顾佳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呀 人熟也认为 应该再找个老伴了 就到我这个年龄了 在一起就是个伴 说老实话 这个年龄呢 可能有些时候 难受了或者 就是互相之间那个什么耳 是吧 其实有些时候 我有病的时候 起不来的时候 就想倒杯水 结果都不愿意起来 那个时候就感觉 哎呀没有办不行啊 不是年轻了 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非常无助 是吧 所以后来我就怎么一直找